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以至一個線性規劃問題的可行解區為四邊形 ABCD 那ABCD我把它標出來 A是40 8 10 64 26 現在有一個目標函數是這個 在四邊形ABCD的邊界上 40 你把它標出來 4跟10 標出來 標出來一看的話 大概是在這上面 那你可以驗證一下 這兩點構成協力跟這兩點構成協力會一樣 14-10除以6-4 會等於10-6除以4-6 所以這一點是在這個上面 然後他說在這裡 他有最小值是8 那麼他用AB多少 那在這裡有最小值 那我們曉得說最小值一定是 發生在這個 那個 這個 某一個角上面 發生在這個頂點上面 那現在呢 他發生在這個邊界上面 代表他也是發生在這個頂點上面 代表那個目標函數 而且這裡是最小值 代表那個目標函數的話 是這樣過來的 過來先碰到他 碰到他以後才會有 先碰到他才有最小值 也就是說 你這個目標函數 他的x值 越來越大 他的目標函數的值 以後會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A一定是 A一定是大於你的 A一定是大於你的 好 那我如果呢 令這個K是等於一個長數的話 就等於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他的斜率呢 跟什麼 跟這條直線的斜率是一樣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那個目標函數的話 寫成這樣子的話 那你這個K 越一過來的話 K就越來越大 所以呢 所以的話我們先把這條直線 把它找出來 這條直線的方程式是多少呢 就是y -6 等於斜率 斜率的話是 10-6是4 除以4-2的話是2 那一個是-2 這個是2 好 所以這條直線 它那個 是等於多少呢 也是這個 2x 減4 然後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 減掉y 加3 6 等於0 所以這2x 減y 加2 等於0 好 那你如果令它等於長數的話 這一條直線 跟這條直線 是平行的 那你說這個 這個係數的話 它會成正比 也就是說 a 除以2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那個b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1 那我令它呢 是等於h好了 因為這裡就K了 所以我就曉得 我a 就等於2h b的話呢 是等於-h 那h是代定長數 那我就把它帶進去 所以K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 我h抽出來 h抽出來 這2x 然後 整條y 加上32 然後現在它說什麼呢 它說這一點 它有最小值 事實上 在這上面每一點的話 都是有最小值的 把它同時碰到它 好 那我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個是 它有最小值18 就是K 4 10 這個是等於最小值 最小值呢 也是等於18 好 那我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呢 這個是 K 4 4 10 這是等於18 帶進去的話 h 4跟10 42的8 8-10 加上32 這個是等於18 那h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 1過1 2h 等於32 減掉18 這個多少 這是4 嗯 18 這4 沒錯 那h就等於2 h呢 我看齁 好像是14 算錯了 32-18 4 這裡還有1 14 所以h的話 是等於7 h等於7 好 那把它帶回去以後 就得到什麼呢 把它帶回去的話 k k 就等於多少 帶回去 7 2n 子 減 y 加32 這個是等於14 x 減7y 加32 但這個就是a 這個就是b 所以ab 等於14 14 2 2 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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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